黑豆煮水,我没有想到这么厉害,解决了我多年的大烦恼 这几年花了不少的愿望钱,还走了不少的弯路 后来听小区的一个宝妈说,用黑豆来煮水,可以解决我的烦恼 我坚持一段时间下来,没有想到还真的是挺有用的 我们先准备大概小半碗的黑豆,然后把黑豆一些残次品挑出来之后 放清水中给它清洗干净 这个方法我用了之后,也告诉了身边有些朋友,没有想到在无意中也帮了他们的大忙了 把黑豆反复的清洗干净之后,我们给它控水捞出,然后放到碗里边 我们在包黑豆水的时候,尽量用砂锅来包 然后把这个黑豆倒砂锅里边,倒大概三碗的清水 盖上盖子之后,大火包开,然后再转小火包大概20分钟左右 只要黑豆也不要搭其他的什么,把黑豆包好之后 也不用放其他的什么调味料,比如说像糖,尽量不要加 把黑豆汤包好之后,直接盛出来就可以享用了 黑豆酱包水喝,其实它的作用非常的厉害 在视频里面我就不方便多说了 你只要坚持喝个一段时间,你就会有惊喜了 不用每天喝,一个星期喝两到三次就足够了 方法需要的,收藏起来安排上,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